中华民国驻新加坡代表谢发达 和新加坡驻台代表余温豪开心握手 继今年7月台纽签经济合作协定后 台湾与新加坡也在7号上午 顺利签署台新经济伙伴协定 这将是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敲门砖 外交部长林永乐表示 台新经贸协定将为台湾创造有利条件 新加坡是第一个跟我们签署经济合作协定的东南亚国家 也是继纽西兰之后 第二个与我国签署经济合作协定的重要贸易伙伴 台新经济伙伴协定的签署 再一次的展现我们政府推动贸易自由化 及融入区域经济整合的决心 台新经济伙伴协定的谈判历时将近三年 内容涵盖货品贸易服务贸易 投资和争端解决等议题 这次我方在关税减让方面 依照产品对自由化的敏感度不同 而有不同阶段的降税 其中八成以上将立即降为零关税 虽然外界担心台湾的石化工业服务和金融等产业将受到冲击 不过经济部长张家柱乐观面对 今天报上有稍微提到说 石化会不会我们受到一些冲击 因为新加坡有一点石化的工业 其他的工业比较少 但是呢我们其实我们石化的竞争力也很好 所以基本上在这一部分我们也评估 我们很多的工业产品其实将来都会有更好的发展 当然服务业新加坡本身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一部分将来双方的合作 服务业方面也能够有一些更好的发展 经济部评估台新双边贸易额和经济成长率都将大幅成长 协议生效后15年 我国的总体实质GDP和总进出口值都将分别显著增加 台新经济伙伴协议为台湾加入区域整合注入强星际 至于下一个可能签署的国家落在哪里 林永乐表示包括印尼印度和菲律宾 只要是TPP或是RCEP的会员国都有可能 TPP的成员RCEP的成员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 比方说我们现在跟印尼印度已经完成了可行性的研究 跟菲律宾的可行性研究事实上也接近完成 所以我相信我们跟新加坡完成签署之后 对于我们跟其他国家进一步的来 洽签经济合作协定或者自由贸易协定 我想都有非常重要的示范的作用 张家柱表示台新经济伙伴协议将尽速送交立法院 等提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会生效 台湾和新加坡双边关系更上层楼 也为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整合 创造更有利条件